哈喽小可爱们大家好呀 我是土耳鱼豆呀 我是传说中的师傅江苏 师傅啊我们今天干点啥呀 我走了咱来洗走啊 啊走吧上哪啊 我去修练武功 葵花宝典 啥呀师傅你居然练葵花宝典 那那那我以后是不是得叫你师娘了呀 叫师太 师太这个称号 为师要挖矿了 那你去的我就不去了啊 我准备要干一番大事业 你能干啥大事业呀 哎呀当你回来之后 你肯定会特别喜欢我整的这个地方 啥地方啊 哎呀当你回来就知道了呗 那老完美了 我充分的利用了这个地形 做了个房子 这么牛逼吗 我徒弟都会做房子了 不是做 是我用这个已有的地形啊 就用这个山式啊 来扣出来的一个房子 我徒人还知道山式 对对对 我就是根据地形啊巧妙的利用 哎呀这么忙 我徒人的智商突然变这么高了 哎呀我真是豪宅呀 师父啊你就放心吧 我连你的床啥都做好了 现在已经进行到装潢的步骤了 不过就是这个家吧 它稍微有点小 到时候搬进山东里的时候 再分房间吧 分啥都行啊 只要你不分我矿就行 矿吧那肯定是要分的呀 那不能 不可能 我不可能分你矿 那你不分就有点过分了啊 我感觉我一人八块没啥意思啊 我回去看看我同学坐这房子 来吧我接应你啊 房子在哪呢 我我我我还没看着呢 院在天边 近在夜前呢 这边呢这边 你往哪走呢 在这儿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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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就是 是咱们的房子 哎呀是啊 多好呀巧妙的利用了地形 不对啊 你这房子啊有瑕疵 那你就改改呗 我也不敢随便乱改呀 这这这这这挖一下 直接漏了 咱们这房子能改 还能分房间呢 哎你看啊 我给你分一个 哎呦啊哈哈 这分太好了 啊 为啥你那屋比我住不大呀 呃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我是女孩子嘛 哈哈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啊 鱼豆姐姐弄的这个家怎么样啊 下方留言吧 喜欢鱼豆和江苏的时候 记得点赞关注的 爱情问我当